三角梅到了三月份既不发芽也不长叶成为一个光感怎么办呢 不要着急,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对催芽特别的有效 欢迎们大家好,我是丰盖花卉 在近期,有很多的欢迎在咨询自己家的三角梅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芽成为一个光感 特别的担心它已经挂掉了,问我有什么好的方法 三角梅在三月份还没有发芽和长叶的原因 一个是因为温度太低还在休眠 像这种情况不需要担心 我们可以利用套袋的方法来给它制造一个小型的温室 利用高温和高湿的环境来打破它的休眠 使用这种方法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见效 但是在使用这个方法以前,需要先检查一下 看一下三角梅在冬天的时候有没有被冬伤,冻死 还有就是有没有因为浇水过多,是非过量,导致的烂根 检查的方法,一个是可以折断一些比较细小的枝条 来看一下里面是不是绿色的 要是里面发黄了,或者是干枯了,就证明是有问题了 然后再检查一下那些粗的枝条和主干看一下 如果是绿色的,也许还有挽救的机会 要是树皮下面的颜色已经发黄,腐烂,或者是干枯,就证明希望不大了 要是排除了因为被冻伤或者是烂干的情况 它只是因为温室低还在休眠,没有发芽的话 我们就可以利用套袋的方法来进行催芽 接下来我就讲一下具体的操作方法 我们就以这一颗为例 在想要套袋的前一天,需要先给它浇一次透水 因为套袋的目的就是为了制造一个高温和高湿的环境 这两者是缺一不可 要是温度不够,或者是湿度太低,都打不到预期的效果 再就是当天浇完水的,也不适合买上套袋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是带叶子的,也要把叶子全部给它摘掉 因为上面这些老的叶片已经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就算你不摘掉,在后期套袋以后,它也会自己掉下来 这样反而会带来病菌 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没有发芽的,或者是没有长叶片的 千万不要给它施肥,否则就很容易给它的干系带来伤害 还有就是在套袋以前,需要把这些比较细小的枝条修剪一下 这样在发芽的时候,它的养分会更为集中 芽碱生长得更快,更为饱满 再找一个透明,并且没有破损的塑料袋 把整颗的三角煤就这样套进来 要是塑料袋够大,也可以在花盆的四周插两到三条的枝条 这样被套袋的三角煤就会有足够的空间 带子一定要套到花盆的边缘 然后找一条绳子,这样绑住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这样做,只套树干,不套花盆 这样后期,经过太阳暴晒 带子里面的温度很高,没有湿度就会被闷死 所以说,这个方法是错误的 还有的花油,是连从花盆的底部一起套起来 这种方法也是错误的 这样做,被套袋的植物也很容易被闷死 还有一点也是特别的重要 就是套袋的温度适合在25度以下 当室外自然温度在25度以上时 就没有必要套袋了 在套袋以后,需要把它放在光照最冲突的位置 在套袋期间,只要是没有发芽 就不需要把带子打开 当枝条的芽点刚刚开始萌发时 就需要在袋子上面开几个透气孔 刚开始开的口一定不能太大 但是呢,可以多开几个 在发芽以后,千万不要把袋子突然的取下来 否则这些吸引牙就会黑掉 开了透气孔以后,再过几天 当叶片展开时 就可以把塑料袋的通风口逐渐给它加大 像这样,在塑料袋上面 剪两个比较大一点的通风口 让里面的耐叶逐渐适应自然的气候条件 再过两三天的时间 它的叶片变大变绿时 就可以像这样,把袋子的上方完全开口 但是呢,这个时候袋子还不能完全取下来 需要再过三到五天的时间 才能把袋子完全拿下来 这个时候就可以给它使用水蒸性肥料 比如说花朵朵一号 这就是光感的三角煤 利用套袋法催崖的整个过程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有用 就给我点个大鼓励一下吧 十番感谢 欢迎你们的陪伴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